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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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哪里去撰写这些的文字内容一定是在最下面 这个意思就好像说假设我今天我要去找中山区户政事务所 那我要去反映事情 请问是不是到他的网站的最下面 他可能会放什么地址 电话 是一样的意思 因为现在是网路的平台 所以基本上下面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意思 提供意见 你就可以直接点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反映什么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说出你的想法 还有附上荧幕截图 所谓附上荧幕截图的意思就是说 例如说 例如我现在我想要去说一件事好了 例如说这是我现在的荧幕 对不对 这是我现在的荧幕画面 您看到是这样子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呢 我这边是不是点选这个提供意见 稍微注意一下哦 这张图我们放大一点来看 例如说好了 我 根本不应该我在别套地方来去打字 我现在打字 因为网路的关系 所以打字打出来都怪怪的 好 例如说我现在在记事本里面 我就告诉他说 我想告诉你一个很棒的网站 我想告诉你一个很棒的网站 的频道 应该是频道才对 好 例如说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荧幕截图去看一下 他已经帮你截好图了哦 就是假设你打勾 他已经帮你截好图 截什么图呢 就是刚刚 刚刚看到的那个画面 可以了解吗 这个内容就是刚刚那个画面 然后接下来 你就直接点送出 可以吗 你就把你的宝贵意见 送给YouTube公司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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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